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题8 专题9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专题7的课后作业 以及专题8 专题9 专题10的相关内容 我们要求大家今天在课授应该能够完成 第二节课能为大家讲解审计券的最后一个专题 那最后一节课我们就开始讲解会计券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大体的授课安排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开始丁正专题7的课后作业的习题 请大家把自己做完的作业拿在手边 好吧 专题7 绝大多数同学给我的反馈都是 真的太难了 是吧 特别特别难 这个专题就是这样的 它的特点就是学的东西和考的东西 你感觉压根不是一回事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没有发现学完的东西好像考试当中 我根本不知道该答什么 或者我一看答案我发现 怎么标准答案跟我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有这个感觉吧 这是很正常的 这也是专题7的特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专题7这个专题 你背了很多 你记了很多 和你做题可能根本是两回事 那因此我们需要用只做好题的题目 来进行练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想说的是 各位同学 对于专题7你也要辩证地去看待 在这两年的考试当中 考察专题7的考题并不是很多 所以同学们 在做专题7的时候 今天重点 我觉得你不要他在意说 这个题的答案为什么写了这句话 为什么没写那句话 我这么写这句话能不能得分 你不要在意这个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跟着我 学一学其中答题的理念和思路 我觉得这个更为重要 明白了吧 好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经典真题的第一道 这道题目是2014年的A卷 这道题目呢 其实我在前期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或多或少的曾经介绍过一些 但是啊同学们 我希望你们关注的是什么 就这道题 第一点 你怎么去分析其中的一个 题目给你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进而能够推测出出题人的意图 你来读 说P公司是A公司的母公司 向A公司提供部分原材料 好了 就这句话 我们说到这儿 我告诉大家 有心的同学应该读到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什么 关联方的关系 P是A的母公司 A是P的子公司 所以第一点 你必须要告诉我 你能够读出的是关联方 第二点 人家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我反复再说 所以P向A提供部分原材料 那本质上就是 A向P进行采购 采购什么 原料 有同学说 说老师题目就告诉我原料两个字 让我写出好多好多的东西 非也 原料这两个词 虽然题目就告诉你这么多 但实际上 人家想告诉你的东西 有很多 告诉你的就是 这东西买来 就是用来生产产品的 所以一般来讲 不可能让你等个一年半载 那否则 黄瓜菜都凉了 对吧 所以原材料背后就隐含着 买来的东西 咱们是要着急用于生产产品的 这一点 大家要能够把它读出来 因为这是常识 你说老师题目中没这么说呀 没这么说 那是你生活常识不足 对吧 所以题目当中 有这个词就意味着 这东西买来就要用 所以这一点就是做对 这道题目后面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 来接着往后看 说2013年2月 A公司向P公司预付 购买钢板的款项5000万 截至2013年末 P公司尚未交货 你看 这就我刚才说的 这个东西已经迟迟将近一年的时间 都没有进行交货 很显然不正常 背后要想什么 要想的是商业的理由 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说 说我不在这个制造业工作 想不出来 你没在制造业工作 你家里面做过饭吧 是吧 那做的饭就是生产产品 买的米买的面 买的这个瓜果蔬菜 那就是原材料 你会把这东西买来放两年吗 对吧 这是诚实啊 我觉得是生活中的诚实 所以在这儿你要知道 他们双方的交易 可能缺乏商业理由 没问题吧 接着 说2014年1月31日 双方终止该采购合同 被公司收回该预付款项 5000万元 意思是什么 所以东西到最后 也没见到钢板在哪 到了四年的年初 把这笔交易就取消了 就终止了 预付款项收回来了 这件事来无影 去无踪 那很显然 这个迹象很明显了吧 可能存在一种舞弊的风险 可能有关联方之间 进行虚假交易 侵占上市公司 资金的这样一种风险 那因此呢 如果我们去写重大错报风险 首先你一定要写的应该是预付款项 对吧 那它的存在认定 因为它可能不是真实的 当然 在历史上的真题当中 也给大家写了这句话 叫做 关联方交易与猎豹披露相关的认定 这个我自己认为 我不强求你写 你可以写 可以不写 如果你说老师我不放心 我就想写 关联方交易有关的猎豹相关的认定 我觉得也OK 但是这一点 我自己觉得 它不是特别标准的答案 这是属于那年题目当中 衍生出来的一部分答案 这两年呢 没有再这么出过题了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点 辩证探待 参考即可 明白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听课 你自己去做题 你可能觉得 哎呀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纠结了半个小时 实际上这儿 不足以使得你纠结太久 背后的这个故事背景 我给大家说完了 好 这是一个 那风险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 长期没有进行交货 20某四年1月份 A公司又收回了预付款项 可能是为了大股东 无偿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的目的 与其进行串通舞弊 而进行虚假交易 存在虚构预付账款的风险 这就是风险点 好了同学们 说完了风险点之后呢 我想问大家一句话了 这道题目 考的是大股东 无偿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我们把这个考点 做一下延伸 如何延伸这个考点呢 来同学们 你们跟我听一个例子 说A注作会计师 审计 甲集团有限公司 我把这例子写在这 认真听 甲公司 我们在看它的财务报表时 留意到这样的一些项目 首先第一点 在2019年12月31号 它的货币资金的余额 30亿元 认真听 然后呢发现 应付债券的余额 15亿元 接着啊 财务费用 这给你了 然后告诉你说 其中 利息收入 贾设行在这 告诉你 300 好 这是题目给大家的一支信息 然后接着告诉大家说 这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告诉大家 说本期 甲公司的债券 已经违约 好了 综合以上这些信息 各位同学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来 评估评估 风险在哪里 结合资料一和资料二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跟我刚才讲的这个题 延伸出来的 里面有 类似之处 好了 有个同学说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词 我觉得你太棒了 这个同学 刷过去了 但是我看到他写了一个词 叫做 存贷双高 今天有同学说 这个窗口比较小 这个我故意调的 因为 我现在要写的版数比较多 所以我不想遮住太多版书 因为大家重点不是看我是吧 重点看的是这些知识点 什么叫做存贷双高 说你这有特别大金额的存款 同时也有特别大金额的贷款 你为啥呢 为什么要去贷款 你不是缺钱吗 那我这看似你好像也不缺钱 对吧 这第一点 写在这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有这么多的货币资金 为啥你的债券还违约呢 为啥你的债券还还不上呢 这好像也是不太正常的 然后第三点 你有30亿的货币资金 我根据常识 大概框算框算 也不可能只有这么多的利息收入 所以很可能利息收入是严重低估的 为什么 因为很可能这个货币资金 本身 它不是真实存在的 有可能这个货币资金 已经通过资金循环的方式 比如说被关联方无偿占用了 但是还在我这儿 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风险的信号 跟刚才的道理是一样的 背后隐藏着 很可能也是大股东 无偿的占用资金 你看 同样是大股东占用资金 刚才那个例子和这个例子又不一样 所以在这儿 我给大家做一下扩展 如果 关注到这个实物当中 比较典型的案例的同学 你们也知道 这个例子不是小江老师自己瞎编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例子哪来的 去年真实发生的 轰动了中国A股资本市场当中的 一个典型案例 对吧 所以今年同学们要关注 我总结一下 案例本身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有这么几个点 第一个各位同学要注意 存贷双高必须要警惕 第二点一定要注意 如果有大额的货币资金 但是应付债券等这些负债仍然违约 你要考虑这个货币资金是否真实 第三点 一定要结合利息收入 财务费用去判断货币资金 它的余额的合理性 好 这三点我说完了 大家认真地把握一下这个案例 好吗 好 大家都应该听懂了吧 这个案例相对来说还比较经典 所以呢 大家做题 听课也是这样的 一道题 还是要延伸出来多个考点 接着呢 这道题还问大家 说请你帮我设计一下进一步的实质性程序 这个真的我太难了 有没有这个感受 然后呢 你就发现这东西我也无处可背 老师你让我背也就罢了 这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让我背 课本上也没有 我告诉你课本上真没有 所以呢 好像这个东西我没法写 但是我又无处可背 怎么办 我觉得哈 这个东西能写出来的同学真的不多 你让我写 我也未必能给你写的一个字都不差 但是我八九不离十是没问题的 我得个大体上90%的分数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想起来 在常识唤醒阶段 给大家讲解的那些写程序的方法 从基本程序入手 来进行分析 怎么分析 来咱们一起来想一想 基本程序有哪些 询问 观察 检查 重新计算 函证 重新执行 分析 这个重新执行你放这肯定不用 对吧 别的都可以用 来从询问开始说 你可以问啥呢 最明显的异常点是什么 你先写在这 最明显的异常点就是 你给他做了预付 然后呢 为什么长期未结算 没问题吧 寻问 第一个 你说我询问 预付账款 长期未结算的原因 没问题吧 第二个 问一下 预付账款 结算的相关计划 和安排 这可以吧 为什么长期不结算 第三 你买的不是钢板吗 那你这些钢板 用于生产 你的相关计划是什么 为什么长期 不为你提供钢板 你还能够和对方继续合作 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问 没问题吧 观察好像没什么可观察的 这程序咱先不写 检查呢 是不是可以检查双方的协议啊 然后呢 这是往来科目 我给大家讲过 凡是往来科目 你都可以去检查 过一段时间 这个往来科目 有没有发生回款 有没有发生结算 所以你可以检查 期后结算的情况 没问题吧 这是万金油的 我都讲过 接着 我还给大家说过 我说你可以检查 是否符合 会计准则的规范 而在会计准则当中 这件事叫关联方 所以我反复给大家 耳提面密 关联方必须要检查的是什么 合同协议的条款 还有交易的商业理由 没问题吧 这你都可以检查 重新计算 好像没什么可计算的 函证 标准答案 你说老师没写 不怕 你完全可以函证 向对方发函 函证相关的交易和情况 没问题吧 分析 你是不是有的分析了 什么各种原因呀 合理性啊 这都可以分析 所以其实啊 你写到这儿 八九不离十 我觉得差不太多了 所以同学们 这种题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很多同学啊 前两天有个综合的同学问我 说老师我发现这个答案 怎么在书上找不到啊 怎么在打好基础当中找不到啊 我就告诉你三个字 很正常 因为真的有一部分题目 就是这样 让你去进行设计和发挥的 你千万不要形成课本依赖 说什么东西 一定要课本上去找 什么东西一定要背过了 莫写到考试卷上 你心里才安心 你要训练的是 灵活的处理解题的这种能力 真的很重要 来我们看看答案 第一个 检查合同 讨论那不就询问吗 没有交货的原因 是否符合商业理由 这不你都写到了吗 你刚才说 生产的计划 这不也OK吗 然后分析账款余额的构成 有没有按照合同进行结算 检查本期日后结算的情况 是否收到实物资产 没问题吧 长期不结算 你来看看有没有合理的商业理由 再者呢 可以发送寒证 你说这东西不就是八九不离十吗 所以你看哦 一二三四五六 你其实能够写的比它还要多 但是我建议大家 你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老师我不放心 我不想写这么一大段一大段的 那你就把一个一个的程序写散一点 让你多列几条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好了 最后同学问 说韩正关联方有用吗 有用吗 因为关联方关系有亲有近 有缘有书 有的关联方 虽然获取到的证据可靠性 或者客观性相对要打个折 但是总比没证据好吧 是吧 关联方给你回复韩正 也代表他在书面的形式上 对某些事项给予了一定的认可 你一定要记住 书面的东西 往往也是趋于冷静的 它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当然有的时候 仅靠韩正是不够的 所以你也要辩证 看待这个问题 行了 这道题我想说的就是方法 完全没有思路的同学 请一定回去看一下 常识幻醒当中 我所介绍的 如何涉及审计程序的基本思路 好了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 进一步的实质性程序 该如何进行设计 我们再来看2012年的这道题 这道题目呢 其实整体上比上一道题会简单一些 我不再给大家赘述太多了 背景资料当中 其实告诉大家一大堆 那最后落眼点就告诉你说 和关联企业之间存在采购销售 和资金拆借等关联交易 那风险呢 那风险呢 同样还是 存在 识别不准确 定价不公允 记录不完整的 这些重大错报风险 还是与关联方相关的 猎豹认定有关 这个认定 我还是不要求大家作为 特别特别核心的指点去掌握 你就知道有猎豹 相关的认定就行了 但是我在这道题当中 我需要大家掌握的是什么 你注意哈 第一点 关联方企业的识别不准确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注意识别 为什么 因为关联方 你在做程序的时候 被审计单位可能为识别 可能为披露 所以这一点你是一定要关注的 风险点就在于它为识别 为披露 各位同学在这儿 本来要搞清楚 好了 第二点 我还给大家说过 我说但凡是关联方的关系 或者交易 你们必须要注意什么来着 还记得不 告诉我 定价的问题对吧 定价不公允 没问题吧 定价不公允 第三 关联方之间 如果发生交易 或者关系 除了未列报 未披露 未识别 定价不公允 我还在核心说 说的是什么 就是商业理由 所以同学们 这三个词 请你必须记到笔记本上 今年如果考到关联方 你答题大概从这三个方向去答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记住 这个就是答题 这个就是答题的窍门 你必须得记得 来你们都记了没有 第一点 关联方识别当中 未列报 未披露 未识别 第二个 定价不公允 第三个 要关注商业理由 那么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1234这四条 这四条我们上课基本上都说过 你要去要求管理层识别 然后去检查 结合我们的审计程序 关注有没有它未识别 未披露的 对于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检查合同或者协议 然后分析商业理由 检查是否经过适当的批准 再者 有没有按照准则的规定 进行充分的披露 进行适当的会计处理 再者就是条款 是否公平交易的条款 在这里我们延伸两个问题 第一个 在这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同学们 条件反射的告诉我 这里有什么风险 四个字 特别风险 没问题吧 好 第二个在这 我告诉大家 我说关联交易是否按照 等同于公平交易当中的 通行条款执行的 我提示过大家 我说什么叫做 公平交易的通行条款来着 我们一方面要关注 和关联方之间交易的价格 是否公运 我们还要关注什么来着 除了价格以外 还有交易的条款呢 什么叫做交易的条款 还记得不 比如说 双方结算的周期 付款的安排 那这些虽然不是价格上反映的 但是它的的确确 是交易结算的一些 特别核心的条款 它也要看 是不是按照市场当中 公运的条款来进行的 否则 按照市场价 但是说 你十年之后再付款吧 市场上有这样的交易吗 没有 这也不公运 所以各位同学 在这儿把我上课讲的要点 你再复习一遍 好了 这道题不用作为 特别重点的提醒去掌握 但是我刚才提示的这几点 我觉得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一二三 这边有一二 一共五个知识点 是延伸出来的 大家要把握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2011年的这道经典真题的 第三道 这道题我们要稍微分析分享 我觉得今年要作为 相对来说 比较重点的内容 我们去把握它 说华远会计师事务所 于2009年首次接受委托 为亚新公司的联营企业 C公司提供 2009年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审计项目组 注意到 说C公司近几年 连续亏损 行读到这儿 你就停一停 先给我标个圈一 到了机考系统当中 你用那个颜色的笔 把它标下来 你告诉自己说 这是第一个关键点 或者说你把它干脆 就给我抄到答题区 你说近两年连续亏损 先抄在这儿 来再往下读 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进额为负数 好了 二 接着给我往下抄 说在这儿 是一个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进额为负 再往下读 说同时 2009年12月31号 流动负债的合计金额 超过流动资产的 合计金额 然后在这儿告诉你 流动比率是0.8 啥叫流动比率 你们知道吧 就是流动资产 比上 流动负债 这个数等于0.8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流动资产 比流动负债要大 还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流动资产 减去流动负债 你算出一个金额 叫做营运资本 这个我上课重点提示过的 对吧 营运资本为负数 行了同学们 就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你就得到一个结论 说被审计单位 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一种重大的疑虑 没问题吧 好了 这道题说实话 在我看来比较简单 为啥 因为这个一呀 这个二呀 这个三呀 人家没有专门去考你 如果是我出题呀 我会这么出 我先把这一段话 给你写上 我给你列个小表格 我把流动资产放在那儿 把流动负债放在那儿 我也不告诉你 流动比率是0.8 我就让你自己 动比算 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意识 我再给你一个片段 给你一个现金流量表 我把那个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 是个负数写在那儿 但我不告诉你 我让你自己去找 我还会告诉你的净利润 我告诉你去年也是亏的 今年也是亏的 就这些一大堆数据 我给你摆在这儿 如果我出题 我会这么出 然后让你纵其中 去找这些关键的点 然后题目怎么问 我说各位同学 请你帮助被审计单位 或者请你帮助说 审计项目组 去识别 有哪些可能导致 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 或者情况 并且说明理由 同学们 你说可不可以这么考 你说这是小金老师 在胡说八道吗 你去看看这几年的真题 是不是到处都是工作底稿 是不是到处都是表格 是不是到处都让你读图读表 所以这道题 我想给你敲响警钟 虽然当年考的比较简单 但是在今年2020年 完全这道题 可以难度升级 这是绝对没问题的 真的可以这么考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种考题模型 我今天给大家说了 一旦真的这么考出来 你千万不要说你不会 认认真真的读图读表 然后提炼出三个结论 你说第一点连续亏损 第二点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负数 第三点 营运资本为负数 因此你认为 说对C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的疑虑 没问题吧 所以这第一点 我想给大家强调的 这道题虽然没这么考 但是别的题完全可以这么考 好 第二点 第二点就比较简单了 说把这个识别出来之后 让你去写这个所谓的应对计划 我告诉各位 这个应对计划 我当时上课跟大家说过 我说有条件的同学 你得背 因为2020年持续经营假设 它是审计考试的重点 综合考试的重点 考末写型的题目 真的是可以的 同学们 来 那我问你 这东西你背了没有 你没背 你就别说你写不上来 这东西真的得背 我让你背的东西不多吧 好了 这道题的答案 写来写去 这么一大堆 但是难题又来了 就这道题 斯尔的非常资深的教研的同事 这个专业团队的同事 都过来问我 说小青老师 有很多同学也说 哎呀 这道题发现 这个题目跟答案 我们完全对不上 说答案当中写的这些东西 我们在题杆中找都找不到 老师这道题到底怎么写 而且我发现 这些东西在课本上 有的东西都没有 我告诉你很正常 你都是考综合的同学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不要大惊小怪 见多识广才不会大惊小怪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道题真的是这样 有些东西真的就是没有 所以怎么办 你把那些有的东西先给我背上去 哪些有 你先背 没有的东西我们在延伸 我们在发散 你看哪些是有的 这第一条是有的 第二条是有的 没问题吧 像这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这些东西你说 老师我都写不出来 那好 我就忍了 但是你看哈 同样的这道题 后面的这五条 这个是我们上课给大家 明明白白讲过的 什么现金流量预测 什么未来应对计划 什么有关的书面声明 数据是否可靠 事实或者信息 而且我上课还给你举个例子 我说比如说取得中期财务报表 所以我还是那点 课本上有的那五条 我请你务必给我写上去 如果你说这五条 我都没写上去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是如果你说 说老师 除了这五条以外 别的东西 发散的东西 我没有写出来 你帮我讲一讲 那这个是咱们今天 要重点去攻克的 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道题 我要求大家 你至少写到的是那五条 必须写出来 好 这是第一点 没写的东西 你不能再打折了 第二点 这些题目就是有一些 定制化的成分的 定制化的成分 你做几件事呢 我想告诉各位的是 我请你做两件事 其中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 先把我们持续经假设 五条审计程序当中的那些 万金油的套化 换成被审计单位的名称 所以第一件事 你记住 在考试时先给我做替换 你别还在那说什么 被审计单位怎么怎么怎么样 知道没有 你一定要说 C公司的管理层如何如何 你不要说向外部律师发函 你说向C公司的律师进行询问 向外部的律师顾问进行佐证 一定要有一些代入感 明白吧 就好像是你们都来听课 我跟大家说 我说你看 现在有个同学叫绿萍 你看他正在发言 我说绿萍同学 你的这个答案 我觉得写的就不错 那这时候你听到 心里就暖洋洋的 为什么 因为小金老师 叫出了你的名字 对不对 因为我对你做了定制话 而我跟你说的 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人说的话 我的话是有感情色彩的 所以你们觉得 奥直播好 所以你们觉得说 奥老师能够看到我 答题也一样 你不要冷冰冰的 把准则的东西 全都照抄上去 你先把被审计单位那些词 换成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些公司 换成案例公司 案例当中这些公司管理层 把这些词先替换完 使得你的这些答案 显得什么 显得有一些感情色彩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吧 好了 这第一点 我说的要做替换 第二点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发散 但是发散我也承认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有的时候好发散 有的时候真的不好发散 有的时候稍不留神 就发散多了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 你即便发散了多一点 但是如果你言之有误 那么是不会扣分的 你写正能量的东西 你哪怕多写几句 不会扣你的分数 但是你不能瞎写 所以发散一定是有思路 有方法的 怎么去发散呢 来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说 你看在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写了这么一大堆 是吧 来 那问题来了 首先 在这里给了大家 一二三这三个条件 那很多同学们刚才就高兴了 说老师这道题 好像这一二三是 白白的就告诉我 也没从那地方给我挖什么陷阱 出什么题呀 还有同学刚才说了 说老师这道题 如果小金老师出 出的比这个还要狠 这个出题人想让我们死 小金老师出题 可能更想让我们死 但是这道题好像出题人还比较善良 非也 我告诉你这道题 出题人比我很多了 这一二三放在这 你们都觉得是废话吧 但是我告诉你 答案就从这一二三当中来的 你不信 咱们一起分析分析 来写在这 刚才提干告诉你一二三 怎么说的 第一点 说发生这个所谓的经营亏损 第二点告诉大家说 经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金额为负数 第三点告诉大家 营运资本为负数 这三点背后都是有故事的 所以你看哈 还是那句话 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第一 人家告诉你亏损 亏损背后 暗示大家的意思是什么 你能告诉我 如果人家告诉你说 这家企业亏损了 人家在暗示你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就一句话 经营不善 这一点我不难为大家吧 你能写出来吧 好了 那如果是经营不善 你未来在关注经营情况的时候 你关注什么 你可以关注未来的预测 我现在在讲思路啊 这个地方你必须认真听 而且持续精假设施 今年备考的重点 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没睡醒的赶紧去洗把脸 吃零食的赶紧放下 刷微博的赶紧停下 你刷微博的手 知道吧 来你要看未来的预测 那预测你再往后延伸呢 预测合理吗 没问题吧 然后第二点 既然告诉你经营不善 那你就考虑一下 未来你如何应对呢 这个应对计划可行吗 可行这个词 我也给大家上课总结果吧 我说一说未来应对计划 马上给我跟上可行性 还有呢 你既然经营不善 那么你跟客户之间产生的交易 客户从你这边进行的订购 你后面还能够正常的履约吗 这些词我觉得你不陌生吧 履约这个词咱也听说过很多次了 所以你看啊 人家告诉你亏损这件事 暗示你后面有好多东西 你都可以写 这是你可以合理发散的 第二点 说经营活动产生的先进流量为负数 这个是不是就加强了对第一个的 这个写法的促进啊 越发佐证了说 可能会出现经营不善 所以你要关注预测的合理性啊 应对的可行性啊 未来交易订购的持续性啊 履约的情况啊 这都OK 第三点 人家再一次告诉你说 我们的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 好了 既然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 那我问你 这个流动负债里面往往是什么东西 借款吧 所以你能够去评价 借款是否有利偿还 这没问题吧 再者呢 还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负债 比如说 潜在的诉讼或者索赔 那这一点你完全可以决问律师 你说老师这个我真的想不出来 那我也忍了 但是我今天给你讲了 讲完之后你的思路打开一点 开阔一点对吧 然后呢 流动负债当中还有什么 你还要想 说这也如果还不上 那么如果关联方为我提供支持 那我要去考虑 这种支持是否具备 可行性 这个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是吧 所以你看好写到这儿 我们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把大体的要点都为大家提炼出来了 然后你说再追加一句 我上课又说了 评价他们支持你的意图和能力 是这样吧 所以各位哈 这些东西是如何进行发散的 本质上还是 我们题杆当中给的这个一二三 我们要把它用上 它不是没用的 然后你再结合我们背的那五条的模板 然后再加上感情色彩 把这道题写完整 好了 这道题我讲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真的比较灵活 也有一些讲头 所以这其中的相关内容 我不给大家再去 员夫不动的再去念一遍了 基本上写的这个思路 我给大家都分析过了 我建议大家这个题 还是要稍微认真的把握一下 好了 然后呢 2013年B卷的这道题 我不再赘述了 这道题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对于持续经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 这个地方告诉大家连年亏损 营运资金出现负数 那这些是对持续经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 然后程序呢 12345这五条 这是完全背的 当你说老师 我考试的时候 我把这个背完的东西 我再加一些自己发散的东西 可不可以呢 我就两个原则 第一个看时间 你答题的时间够不够 如果说你那个地方还不够呢 后面的题还没做呢 那你就先别发散了 把规规矩矩的东西先写上 是吧 第二点 看分值 我一直说啊 要看分值的颜色答题 这道题如果两分三分 你写这五条 我觉得够给他面子了吧 是吧 如果这道题告诉你说四分五分 哎呀那你写这些可能不够 不放心 所以再加一些自己发散的成分 看时间 看分值 再者别乱写 一定要记住 言之有误 否则别下写 明白吧 各位 这是原则 接下来这道题也告诉大家说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否适当 当然是不适当的 因为已经进入到清算程序了 这道题在我看来是白送分的 这个真的太简单了 我觉得未来也不会这么考 真的太简单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2010年的这道经典的真题 这道题目呢 其实我要说的东西也不多 它不像前面的那道题 那么有这个要给大家分析的成分 这道题就告诉你说首次接受委托 问你 说实施什么样的程序 获取期出余额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个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早些年考题的烙印 你们知道2010年发生了什么吗 知道这一年是哪一年吗 2010年 知道吗 这是综合阶段考试原年 第一年有综合阶段考试 到今年为止 已经正正好好十周年了 是吧 让咱们一起庆祝综合阶段考试 十周税生日快乐 但是我想告诉你 这早些年的考题就是这个样子的 早些年的题目就是很典型的背诵默写 但是各位同学 这两年真的不这么考了 很少很少说 还是这样的题让你背诵默写 你就过背完了往上抄就行 很少了 一般都让你做分析 所以上面的这两道题 整体上还是比较符合这两年命题的思路的 但是接下来的这道题 2010年的这道题 是非常典型的早些年考试的烙印 这两年考试这样的题并不多了 所以就是背诵默写 这些题目我就不给大家 这个读一遍答案了 上课咱们都讲过 你该抄的 该背诵默写的 默写上去就OK了 比如说考虑这个会计政策的恰当性 一致性 我们要去考虑利用 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但是前提是别忘了 他要独立 他要专业 以及 如果我们针对上述程序 还不能够得到满意的结论 怎么办呢 我们要去考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做什么程序 对于存货实施什么程序 对于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负债 做什么程序 这题一点技术衡量都没有 背了就能过 不背就过不了 但是这两年这种题真的少了很多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模拟题 模拟题我想跟大家说 它跟真题是不能比的 为大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家扫盲 扫盲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知识点边边角角的 考试考到的概率可能也不是特别高 如果我完全不跟你说 我也不放心 如果我给你在上课大奖特奖 浪费你的时间降低你被考的效率 所以我采用的策略就是 在模拟训练当中 给大家稍微把这些点点一点 带一带 我觉得就OK了 但是各位同学 你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东西 往往不是复习备考最重点的内容 所以最为重要的 仍然是打好基础当中提示的 只做好题当中的真题 以及我们到了后面那个飞跃 那个精准冲刺那个阶段 我们要给大家提供的 全真模拟试卷 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是最核心的 现在这些东西 大家用来做扫盲 你千万不要说 其中有一个盲点 我就受到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不行了 不要这样 这些东西大概了解了解 增加一下知识储备 以防万一 它起到的是这样的作用 所以这些题 我给大家 就一些代表性的内容 给大家说一说 第一问 大家要注意 说了解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那我们是在做风险评估 我们要了解管理层 使用的模型和假设 然后根据了解的结果去决定 是否符合上期财务报表中 会计估计的结果 或者符合管理层 在本期财务报表中 对上期会计估计做出的后续重新估计 这个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做了解的时候 我们的目的是最风险评估 我们并不会根据了解的结果 去决定是否符合上期会计估计的结果 那这个一定不是我们本期的目的所在 我们了解它 只是为了风险评估它 而不是说为了重新去决定 是否符合过去的 是否去翻旧账 所以这一点大家简单了解 第二点 说会计估计的区间 缩小至或者等于或者低于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这一点请大家重点掌握 那是不对的 应该是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个考试是有可能考的 大家要关注一下 接着第三点 审计证据支持注册会计时的点估计 考虑到会计估计的固有不确定性 合伙人认为 所注册的点估计和管理层点估计的差异 不构成错报 这是错的 点点差异构成错报 这个上课我们也强调过 第四 说浩然公司的管理层 实施固定资产检值测试 采用的重大假设 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然后有特别风险 然后你要注意了 在这里我曾经强调过 我说特别风险 高度估计的不确定性 你千万要去看 它的假设真的合理吗 所以我上课你们记不记得 我讲过这个例子 我们去看假设合不合理 能不能用历史数据 直接做比较 直接做相关的佐证呢 那是不够的 怎么办呢 我们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看 替代性的假设 记得吧 你看有同学啊 这个萧同学 非常棒 第一时间就说 我们应该去考虑替代性的假设 好 这第四点 其实这个第四文啊 也是我上课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说我还是完全没有印象 你下课之后 今天下午稍微补补课 把这个替代性假设那儿呢 再稍微看一下 是吧 我上课举的那个例子 你再稍微的这个温固一下 第五个 2019年12月 浩然公司厂房发生重大火灾 根据保险合同和损失情况 估计和确认了 应收理赔款1500万 检查了保险合同 和管理层编制的损失情况的说明 那这叫做内部证据 它是不可靠的 我们一般应该是寻求外部的证据 对吧 所以呢 可以向保险公司发送罕证 可以向保险公司 去了解有关赔款的情况 这都是OK的 所以在这儿 第五问 第四问 大家都要关注 因为它背后考察的是一些 基本的原理和理念 好了 这些情况是否适当 我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自己对答案就OK了 然后在这里呢 一项或者多项程序 这个是纯粹的背诵 我建议大家 有条件的同学你背一背 因为上课我也详细讲过 但是这道题 没有什么太多分析的成分 所以我不给大家读一遍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模拟训练的第二题 说浩然酒业公司 是一家上市公司 主要从事 M牌的系列酒的酿造与销售 产品包括各种高 中 低档 白酒 红酒 黄酒 然后ABC会议事务所 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浩然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 委派注册会议师李子维 担任项目合伙人 然后接着 来看资料一 其实考试啊 你一定看到了 它有资料一 有资料二的时候 你先不妨去看一看 问题是什么 说针对资料一 不考虑别的条件 指出是否恰当 如果不恰当 提出改进意见 那我们就分析吧 第一个 说项目组成员发现 浩然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 发生大额的采购交易 它的采购标的 对浩然公司而言 不具备合理的用途 那因为这项交易 看啊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 重大的非常规交易 然后是和谁发生的 控股股东 孙英国写在这 这是关联方 彩分点来了吧 叫做超重关 没问题吧 所以呢 获取进一步的证据 是否可能导致特别风险 你想啥呢 超重关 应该将其认定为特别风险 所以这个地方 我建议大家要重点掌握 这个综合是可以考的 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 三个要点 超 就是非常规的 不是日常经活动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交易 重 考试一定要告诉你说 它是重大的 最后一定要注意这个关 这个关啊 考试有时候真的不是明说的 它会藏在边边角角里说 啊这是和联营企业的 啊这是和母公司的 啊这是和子公司的 你一定要能够把它找出来 告诉人家说这是超重关 而且它会导致特别风险 接着第二项 说在审计过程中 项目组成员识别出 好人公司管理层 未披露某一个重大关联方交易 立即决定检查相关的合同和协议 大家注意啊 这道题核心的思路在于什么 如果你在工作当中发现了未识别或者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关联方交易 你们记得吧 我上课说过 立即做的事是什么 应该是向项目组的其他成员进行通报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有程序的 这个程序我也是要求大家背过的 所以这儿我要大家稍微花点时间 比如说我们要求管理层识别出 与以前未识别或未披露的关联方有关的所有重大的交易 注册会是对这些交易执行一些实质性的程序 我们要去考虑以前提供的书面声明 或者其他证据的可靠性等等等 这些程序你要做到 要做到能够把关键词做出表述 所以这一问我稍微多说一点 我们再回过来看第三问 说根据评估的与会计估计相关的重大阻暴风险 注册会计师李子为决定 针对会计估计的性质 设计和实施进一步的程序 应对评估的重大阻暴风险 没问题 先做风险评估 再做风险应对 接着第四点 运用区间估计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李子为 你基于审计证据来缩小区间估计 这一问我要求大家重点掌握 你把这个题的信号给我标上 哪道题是重点都标出来 这道题的重点在于什么 我上课反复强调 说这个区间里面的所有结果 应该是合理的 而不是可能的 没问题吧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作为重点 那么什么叫合理的来着 我们说过区间应该 小于等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所以这一点要求大家把它把握好 接着第五点 说项目组成员复合了上期财务报表中 会计估计的结果 以确定上期审计中做出的判断 是否准确 来我们大家 复合上期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去验证上期 是不是为了翻旧账 不是的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本期做风险评估 本期进行了解 本期进行评价 而不是为了去判断 上期的相关结果是否准确 而且在会计上我也说过 我们要反对后见之明 在审计上 我今天也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去翻旧账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稍微关注一下 就OK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资料2 资料2的要求是说 不考虑其他情况 逐项指出 项目组成员的做法是否适当 如果认为不适当 简要说明理由 第一个 说认为浩然公司持续经能力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你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识别导致重大不确定性的 相关事项或者情况 然后这个追加的程序是什么 这个我也要求大家重点掌握过 是吧 来第二问 2019年初 浩然公司因为重要的客户经营状况恶化 导致坏账大幅增加 据此认为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结论 各位同学啊 在这儿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如何形成 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第一个 我们要关注一些相关的事项 或者是状况 这些事项可能是来自于财务方面的 可能是来自于经营方面的 当然可能来自于其他方面 有了这些事项之后 你就直接能够认定持续经能力 有问题吗 不是的 中间你还要考虑考虑 有没有一些缓释的措施 我上课给大家强调过这一点吧 而且我举过很多的例子 我说比如说母公司的支持呀 关联方的支持呀 比如说未来我要推出新的产品啊 而我的财务预测能够使得我的经营状况 变得更加良好啊 那如果有这些缓释措施 我们要去考虑 缓释措施能不能够帮助注册会计师 获得一些证据 进而呢 未必说一定就得出 直于经能力一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因为缓释措施可能是奏效的 所以第二点 大家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分析思路 所以答题的时候啊 各位 你们要实施追加的程序 去判断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尤其要关注的就是 有没有那些 缓释的措施 所以第一问第二问 本质上针对的都是 如何去考虑追加的程序 然后第三问 其实也是一样的哈 你看 董事会于2017年年末通过决议 对经营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据此对C公司 对公司的持续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还是一样的 还是要做追加的程序 来加以评价 而不能直接莽帅的得结论 第四个 第四个是什么 是超期事项 我上课说过啊 我说超期事项特别特殊 除非说相关的迹象达到重大 否则我们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是仅做询问 第五页 说针对浩然公司 持续经营假设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 注册会计师李子为 评估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存在较高的重大挫保风险 同学们 如果说持续经营假设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你要考虑的是 是否有财务报表层面的 对吧 所以好了 这五问呢 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答案呢 我不再读一遍了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这道题的第三问 好了 然后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说哈 就是这题 第一问第二问第三问 其实都让大家判断 是否正确说明理由 但是有一个地方 考了大家默写的题目 在这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如果认为存在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我们该执行什么样的程序 这个我建议大家今年背的 我上课也说过 我说如果有导致特别风险的超重关的交易 你做的程序是什么 第一个 检查相关的合同或者协议 重点要关注什么来着 商业理由 然后要看一下 跟管理层的解释是否一致 是否按照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进行适当的会计处理或披露 当然我们也要看交易是否已经受到 适当的授权和批准 这个也比较重要 好了 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适当的还是要背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资料三 说在对浩然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中 应收账款期出余额实施审计程序的时候 项目合伙人李子维 针对两个项目的期出余额实施含证 你看 一个是应收 另外一个是长期股权投资 为啥人家告诉你说两个项目呢 这个地方你要认真分析一下 应收是什么 应收是流动资产 没问题吧 长期股权投资呢 非流动资产 所以这两点大家首先要把它搞清楚 然后接着告诉大家说 对于S公司的含证已经收到回含 但是N公司已经于2017年9月份解散 那只能向李子维提供与收款相关的资料 没有办法提供N公司的地址 所以认为期出余额审计的范围受到限制 在报表中予以反映 这个对不对 那大家就想了 流动资产我能怎么办呢 我能依据本期 执行审计程序 获得一部分的证据 我给大家曾经讲过最为典型的 就是本期的收款情况 这个我说过 对吧 而如果是非流动资产呢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检查 当时形成非流动资产的合同协议 或者对非流动资产的情况来进行含证 所以这是有层次的 你在考虑的时候 你看这道题 你不能说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给人家下一个结论 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这个地方本身是有这么一定的瑕疵 所以各位同学 在这里一定要揣测人家出田的思路 就是人家告诉你流动的 那一定有流动的处理方法 比如说本期的一些情况 就能够提到一些证据 而针对非流动的 我可能要去检查 当时形成期出余额的 相关的合同或者协议 或者说 我们可以去对其他相关方 进行含证 你不能直接过来 就认为审计范围受限 因为你还有别的路子可以做 别的程序可以走 没问题吧 好 所以这是第四问 大家重点关注的是 这个解题的思路 然后啊 其实做这个专题期的题 你们都会发现 经常会发现 比如说跟教材上的一些说法不一样 教材上的答案 我们在背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又多了几句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 第一个 你按照打好基础的原则去背 第二点 如果有发散的东西 你借助真题的答案 来进行参考 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你千万别纠结 很多东西特别傻 傻乎乎的 说老师我到底照这个背 还是照那个背 你有纠结这个的时间 你把那个背毁了 你把这个也看得差不多了 对吧 一定是这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 除了打好基础以外 要有只做好题 后面还要有专题突破 就是因为每个阶段 你都会发现 有一些新的知识点补充进来 有些东西书上压根没有 有些东西也曾经出现在考试卷子上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视野和演技 综合也就是这样的 你把自己从专业阶段那种啊 书上什么东西都有的 这种惯性思维当中解脱出来 背可以照着准则去背 照着打好基础去背 然后答案当中有一些 你曾经没有提到过的东西 新鲜的东西 你就抱着开放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 正能量的态度去看 说哦 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进一步的查漏补缺 没问题吧 然后呢 不要把时间花在纠结上 把时间花在行动上 好了 专题期的确有难度 我也理解 大家不容易 但是还好考试考的分值不会特别高 我再最后啰嗦一句 2020年 请大家还是要重点关注 持续经营假设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我们课前休息一下 然后我给大家继续讲解后面的内容 感谢观看